我們現在來到了神鋼 神鋼倉平路 這邊比較靠近的是神鋼豐源的國道一號交流道附近而已 算靠近社口神鋼社口 那今天要介紹的是 總價1758萬四房的 一二樓的 樓松樓的華俠 講得很辛苦 因為這已經直逼透天假了 我拍一下這個大樓的那個外觀 好 外觀很漂亮 對啊真的很漂亮 然後他還有一個 因為我們這個已經算是邊間了 他這個是屬於 不是專有專有 他是屬於公社 其他人是進得來的 可以進得來我們這個後園 他這邊有一個兒童遊戲區 剛剛這一戶 我剛有介紹了 這一戶也 這一戶便宜20萬 但是他的庭院更大 這個一個兒童的油氣區 然後這個是摩托車的停車場 OK 慢慢走慢慢走 不然我進樓晃太大又不好了 OK 我們這邊是邊間這一戶 邊間這一戶的話 比較少人會跑來這一戶啦 所以比較會有隱密性是比較OK的 我可以拍一下這個庭院嗎? 等我一下喔 先不要走 這個庭院是公社的 但是 幾乎不太會有人過來 這個是大門 進來就有一個玄關 然後他這間 其實裝潢費用花了不少錢 大概兩百多萬 不得了兩百多萬 就是裝潢的美輪美奮的 所以他開價是1700多萬 就是這個原因 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邊 玄關旁邊這個就是他的廚房 廚房旁邊有一個工作陽台 看一下 正一個工作陽台 好 OK 然後 客廳這邊進來 這邊還有一個餐廳 的位置 餐廳吧台的位置 然後這邊有一個 公圍 公圍他是有 規律 他們還有那個窗戶 他有一個睡外窗 然後這個一樓 校清房 那小朋友也可以在這邊 可以 睡蓬戶 我聞到了 跟上賤一樣有榻榻米的味道 很香 他那個桌子整排的 台排座 接下來我們看 二樓 樓中樓的二樓 對 這個樓中樓的二樓樓梯間有一個窗戶 所以採光非常的好 對 我們現在來介紹他的 二樓主臥室 二樓主臥室他有一個很大的陽台 這個陽台 比一樓的陽台還大 比一樓的工作陽台大很多 今天 外面的天氣好好喔 對 我們來看一下他還有更衣間喔 然後還有葉問的木人妝 哪裡 虧你想得出來那個是衣帽 那是掛衣帽的 好 然後這第二個 樓上第二個房間 也有陽台 小規小但是也有陽台 他也有陽台 有看到了 我這一間的全景拍一下等一下 走慢一點 不然每次全景都沒有得拍 好這個他也 工位 好喔也是有窗戶的喔 乾絲分離 然後這是樓上的第三個房間 第三個房間 他每一間房間都採光好好喔 而且他連衣櫃都做好了 大衣櫃 每個衣櫃都很大 OK 然後 1758萬喔 除了這個我們還有平面車尾 我們下去看看 你有什麼表情 等一下那個 小心一點那個門不要砰砰砰的 去看一下平面車尾 我們先看一下大廳 大廳是這樣子 大廳外面有車位可以輸出 如果有第二台車需求 一樣可以 可以洽巡一下管理員 這是我們美麗的 那個 開發這邊的啦 我們現在可以 好 要嗶嗶嗶嗎 有 等一下 不好意思 那個要改用 謝謝 謝謝 等一下你要上平楼看一下門 平楼 可以啊 平楼有什麼設施 平楼就塞備區跟空中花園 喔可以喔 還就是簡單的這樣子 好 看一下 那你就陪我們走一回吧 謝謝 謝謝美麗的小姐 來我們看一下那個車位 波道 平面車位 波道下來第一個車位 好 照一下那個波道 對 OK 就是這個車位是 第 就是我們現在拍攝的這一間的平面車位 對 好喔 聽說 頂樓還有一個 空中花園 小小的 我們去看一下 對不對 電梯上頭 電梯停牌 Going up 關門中 那個電梯就是擁搭電梯 好 OK 電梯很大 可以坐11個人750公斤 中樓層10樓 那頂樓在11樓 請問你們管理費一瓶多少錢 現在目前一瓶是845 10845 你們有發現那個電梯有點像把握公司的電梯 好 風景景觀非常好 看一下夕陽 11樓 哇嗚 漂亮 好這只是塞背區 我們還有空中花園 去看一下 好小心喔 不要夾到手 OK 風景也很好 他的天然瓦斯 的那個錶都在頂樓 對看到了 這邊的風景也是很漂亮的 好大概是這樣 總價1758萬 樓中樓 四房 就是 然後 當然這個 是我們是直接 對應的是建商 不是投資客買來投資 投資在端賣的 對 當然 這樣子的金額或許 你有 其他的選擇 但是我覺得這已經是 深岡 深岡的華夏 算是比較天花蠻低的 那如果有興趣趕快來跟我們結賢 謝謝 好謝謝你們 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謝謝老闆 謝謝